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美东新闻 2000多名911恐怖袭击死者家属 生还者以及救援人士 集体入禀美国联邦政府 控告沙特阿拉伯政府有份资助 甚至参与2001年的恐怖袭击 去年9月 国会通过法案 准许平民就911袭击寻法律途径 控告沙特阿拉伯 昨天 2500名死者家属 生还者以及救援人士 集体入禀联邦政府 控告沙特阿拉伯政府 协助极端组织阿尔盖达 策动了恐怖袭击 控方代表律师马隆尼表示 19名911截击者中 有15人是沙特公民 此外 沙特政府也是 阿尔盖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曾经长期为阿尔盖达提供经费 支援他们举行训练营 购买武器 甚至制造假护照 进行911恐袭 导致接近3000人丧生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外界关注案件是否会影响两国关系 美国911调查委员会报告已经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 沙特政府曾直接资助恐袭 但不排除数家或沙特政府资助的 慈善组织资助恐袭的可能 今年纽约市长选举挑战现任 白思豪的人选又少了一人 皇后区共和党市议员乌瑞奇 宣布不会参选纽约市市长 乌瑞奇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会寻求连任市议会席位 但不会参选市长 他表示白思豪政治平平 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连任 但他选择继续服务皇后区 随着上星期联邦及地区检察部表明 不会就白思豪的筹款丑闻做出起诉 外界相信白思豪的挑战者正在减少 其选情也在进一步明朗化 其中一名热门参选人 纽约市公益维护人詹乐霞 已表示愿意和白思豪合作多四年 暗示他已决定不和白思豪争 争夺市长一职 并相信白思豪有极大的机会连任 另一名热门人选 纽约市省记长斯进格 则仍未表示是否会参选市长 纽约市警察局前探长迪特 今天宣布参选纽约市市长 迪特1970年至85年 曾任职纽约市警察局官至探长 目前是保安公司行政总裁 也是获释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常设嘉宾 并曾经在多部电影 例如马田史高西斯的《道义有道》中 客串警察的角色 迪特表示 他本次是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市长 正刚包括打击罪案 辅助入宿者 取消马路单车道 为年薪低于25000元的雇员提供补助 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 继续调查白思豪的筹款丑闻 迪特早于2014年已表示 有意参选市长 前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巴拉拉 将加入纽约大学出任驻校学者 总统特朗普两星期前 下令46名奥巴马委任的联邦检察官 自行辞职 但巴拉拉拒绝 结果遭特朗普辞退 纽约大学宣布 已和巴拉拉签约 由4月1号开始 邀请他出任该校法律学院的驻校学者 巴拉拉也在其推特账户中 公布了有关的消息 表示对于加盟纽约大学深感光荣 并会继续从事他关心的法律工作 现年48岁的巴拉拉 曾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 长达8年 任内主理多宗官商勾结 贪污金融犯罪大案 将纽约州前众议长肖华 参议员前多数党领袖 史科洛等政客名人 成功入罪而声名大噪 随着纽约市路宿者问题的恶化 地铁Jamanica Center车站 已至一车车厢的路宿者人数 也日益上升 来往皇后区Jamanica Center 至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地铁Jamanica Center 由于车程全长超过两个半小时 加上沿途车站选址便利 而备受路宿者的欢迎 在严寒暴风雪的天气期间 情况尤盛 一车几乎每班列车 都有路宿者的踪影 Jamanica Center车站的月台和洗手间 也经常被路宿者占据 影响了其他的乘客 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上个月已经派出外展队 盼望一车 以及Jamanica Center车站的路宿者 了解他们的需要 并尝试协助他们搬到路宿者中心 本月的外展工作仍会持续 纽约市政府表示 愿意为路宿者提供更多的援助 以改善一车的乘车环境 纽约市本年度的青年暑期工招聘计划 将延长报名日期至3月31日截止 计划接受14至24岁的青年人申请 计划将在今年6月至8月 为成功申请者提供入门工作机会 在政府部门 医院 非牟利机构 中小企业 律师事务所 夏令营等地方工作 计划也会为青年人举办各种工作法 提升青年人的求职 撰写履历表 面试等技巧 小伙计划接受14至6月份 paid entry-level wor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